今天是我待在 Ford Nelson 的最后一天 那...嘿! 没电了,老擦!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 我们距离去机场 check-in 还有 30 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间不想浪费 所以马上赶过来参观一下这个 museum 非常的有意! 我身后的这个博物馆叫做 Heritage Museum 博物馆有一位老爷子经营着 这位老爷子跟他去讲述在阿拉斯加公路发生的故事 他在这个博物馆里保留了很多 阿拉斯加公路和 Fort Nelson 本地相关的许多历史的物品 比如说那边有很多的车辆 有一些甚至是当年挖掘的一些挖掘机 都被保留在了这里 我身后这个地方是这个 museum 的入口 进去看一下! 他的博物馆 42?". 在这样的地方是一个怪物 我想我们要付出现在被描��了 只有一个离境经验尽 多的这个福尼尔森的像写 T-shirt 这个我就很喜欢 上面写的是 Historic Mile 300 就第 300 英里的福尼尔森的这个位置 这边也会有很多的书籍啊 音像制品啊 然后博物馆是一个小屋的一个设计 房顶上面放了很多的真实的动物的标本 我自己非常喜欢点唱机这个东西很古老 这边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古老的点唱机 它是唱盘的那种 然后旁边有各种的按键 可以点你想要的音乐 这个车子是老爷子自己做的 并且还拿到了 BC 的 license 可以合法上路的 这个超级的 这个是怎么长的 我做了1969年 1969年 这个是... OK... 1969年 1951年 我比我更长的 这个是比我更长的 我比我更长的 OK, 你是赢了 我说这个比我还老 这个50岁了 老爷子说他比这个还老 可以问他多长吗? 多长吗? 187岁 您是87岁 对 哇, 您看得很年轻和健康 对 您在祝福 St. Patrick's Day 今天吗? 我必须要把我的绿色衣服 老爷子,我说他87岁了 我说他非常的健康 看起来非常年轻 老爷子专门戴了一个绿色的帽子 来庆祝 St. Patrick's Day 祝福 St. Patrick's Day 今天! 祝福 St. Patrick's Day 祝福 St. Patrick's Day 耳朵有一点贴木架了 要贴着他讲话才可以 给你们猜猜看我现在这下面两个是什么机器 反正我是没猜到 321,答案介绍洗衣机 现在还能开机还能用 你肯定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洗衣机 至少我是没有 我现在被关到监狱里跑了 所以我要睡的话就这个样子 我如果关起来就这个样子 啊!我出不去了! 哈哈! 那是非常有趣的 slideshow 这里拧这个 上面的话就开始翻着转 应该有当时阿拉斯加公路修建的那些老照片 都是修公路的老照片 然后我组织了 然后我组织了 组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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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问题 我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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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唱机还可以用 天哪 哈哈哈 老爷子说外边有个车一定要让我们看一下 谢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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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很多的车牌 哇 这边还有更多的车牌 这个车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老式的车 然后整个三面墙四面墙都放满了各种老式的车牌 各种老式的标识物 非常的复古 1928年的一辆车 1924年 这边还有交通指示灯 这个东西不写字我都猜不到是什么 Radio Transmitter 广播发送器 好多的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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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辆车老爷子是直接从福特尼尔森一直开到白马很远 开到白马然后又开回到福特尼尔森 然后这个车已经是一百年老的车了 刚才你看到那个喇叭还能响 还上了一个BC省现在的车牌 这个车老爷子说他要想的话 现在也还可以拿这个车 还可以开到白马去 就这么厉害 太厉害了 好多的车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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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有机会去逛逛 不然的话 我愿意留在这里一整天 好 谢谢 我们来回来 一定会 我们来回来 我会给你车去车 好 好 这是一件事 我跟老爷子说我们要赶飞机了 必须得走 老爷子说一定要回来一次 再回来 他给我取下一个承诺 说下次回来的话 要开那个一百岁的车 跟我去兜兜风 我说我们就这么言为电话 哈哈哈哈哈哈 走走走去商店 我买几个冰箱贴做个纪念 对对对 挑几个纪念片 然后准备去开车 谢谢 谢谢 这个博物馆是每年大概五月到十月 夏天才会开放 冬天是不开放 我们正好是赶着这个极光节 博物馆老爷子专门雇人 在这个时间在对外开放 非常难得的机会 如果你有机会自驾阿拉斯加公路 福尼尔森的这个博物馆 属于一定要来打卡的 好不好 有飞机要赶不得不走了 这里是福尼尔森的机场 它是跟周边的几个地区一块来命名的 所以叫Northern Rocky Regional Airport 而不是叫福尼尔森机场 是叫做北部洛基联合地区的一个机场 即便是这样 这个机场也非常的小 这个机场那边是跑道 这是登机的候机大厅 没有一个两三层楼的观望塔 没了 就这么个机场 里边工作人大概就四五个人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知道很冷 第五天走的时候 你看我连外套都不穿了 差不多是赶上一个冬季的小尾巴 把阿拉斯加自驾完成 又去体验了阿拉斯加公路上的 像温泉和沿途的景点 整个福尼尔森的三千多的人口 非常小的一个小镇子 三千多人口算起来也就一千来户 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却是蕴藏着很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那个世界级的狗拉雪橇 比如说Hot Spring 温泉的内容 比如说本地人的热情 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你会发现整个这个镇子里边 连麦当劳都没有 只有一家Tim Hortons 而且顾客非常少 超市只有两家 一家IGA 一家Safe Home Food 一样的人也是很少 其他的整个城市 它没有很多的产业 旅游业也没有那么那么的发达 大家看极光都会去黄刀去白石 基本上没有人知道 会来Fort Nelson 也可以看到极光 这个大概也是我来参加这次极光节的一个本意 想为BC省的一些内容拍摄和记录一下 推广一下 对我来说这次旅行不仅仅是有了看极光 更多的是来到BC省一个漂亮的地方 体验传奇的阿拉斯加公路和这一路上的景点 看看一个很典型的加拿大大北方的一个小镇 生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印象非常的深刻 非常难忘的旅行 感谢你的收看 最后一天 下次旅行再见了 拜拜 接下来 赶快乐 以下 WILL 可能 几乎 也 辅寻 以来 厅 试 观点 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